对教会的评论 教会的历史不仅是天主的历史 也是人的历史 波澜起伏 有光明也有阴暗 是罪人和圣人的历史 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将来也一样 教会是至圣的 不是因为它在世的成员都是圣洁的 而是因为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 它的原始,它的宗像 并在它内所有成圣的一切途径 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中 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圣洁 也看到了很多罪 这使得它很容易被人成为批判的目标 不过在一些批判中 有三点是显著的 首先,经常片面地反映问题 负面地被报道 正面地则被遗忘或忽视 这不单是指教会相关的新闻 若在某地 一千人以和平的方式示威 一个人破坏性的暴力行为 使这一千人突然间没意思了 所有人的目光 麦克风和摄像机 都聚焦在这一个人的身上 这正是我们旁观者和读者想要的 但是我们要意识到这是歪曲的事实 所以第一个问题可以说是片面性 关于教会的报道中 我们经常发现第二点是 古怪的瞎话 导致古怪瞎话的原因是 第一,报道人不了解事实 或第二,他们过分简化 将复杂的情节粗描淡写 这也不只是针对与教会有关的话题 不过当我们看到 对教会使得描述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尤为普遍 举一个粗描淡写的显著例子 提出的论题是 所有人都渴望的一件事情 权力 所以人们在教会内行动 显然是为了增加他们的权力 而且事实上 你不费摧毁之力 便能在教会中找到相应的人 不过你若多花两秒钟的时间 你可能看到很多其他的人 根本一点都不关心权力 因此 你可能需要对于过于简单的论断 提出疑问 不过 也有粗描淡写的人看不到这一点 或不想看到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 扭曲事实 因为无知 或观念主义 这是所有粗描淡写事件的根源 第三个问题是 比较个人和人性化 若有人向我指出我做了错事 而且我知道他是对的 那么我有两种选择 我可以改正 或者因为我不愿意改正 反而批判 批评我的人 而且由于批评我的人 也是一般的人 要找到他可以批评的事情 可不难 比如说 医生告诉他的病人 说吸烟有害于他的健康 他应该戒烟 病人知道医生是对的 却不想改掉恶习 又发现这个医生也吸烟 就回答说 不 我不戒 因为你还吸烟呢 哦 这个例子 医生确立了恶表 但是医生吸烟 并不能使吸烟变得对我们健康有益 因为 讯息的真伪 不取决于这个人是否身体力行 这个问题 在教会传递的讯息中也能看到 正因为那些宣讲的人 自己本身也是有死的罪人 人不应该因此拒绝 他们的讯息中的真理 再看教会史的人性方面 我们应该记住三点 一个既是罪人 又是圣人的历史 可是为了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最好是效仿圣人们的生活 而不是因为罪人们的软弱 而排斥他们的讯息